開始請各位把講義拿出來 我們就直接解題 然後回頭再來看課本重點 這一題題目沒出好 這一題要考的不是山高 而是那個太魯閣峽谷 為什麼台灣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面山會這麼高 我們會用怎麼解釋 板塊運動、造山運動解釋對不對 這一題有沒有那個選項 沒有嘛 只有一個火山火動 但是火山火動是我們太魯閣峽谷 對不起 是我們中央山脈變高的原因 不是 因為它是褶皺山脈不是火山山脈 所以這不能選 那你會選哪一個 A 它是河川侵蝕的結果 所以這一題題目沒出好 應該講那個太魯閣峽谷的事就好 因為那地形很多種嘛 不是只有一種 所以這題主要重點是太魯閣峽谷 那如果以中央山脈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造山運動的結果 板塊擠壓碰撞 好 再來這個是地理學過的 國中地科也有學過 驅流 請各位看一下 A點 A點應該是侵蝕還是沉積比較明顯 侵蝕那個繞的時候 外道這邊它跑長一點 內道跑早短一點 所以這邊的流速會加快 所以侵蝕會大於沉積 那問你哪一點的堆積會最明顯 應該很明顯 是C 這個是內道 內道就跑比較短 所以可以慢慢跑 那速度變慢 載運的東西容易堆積下來 所以容易產生沉積的現象 好這個要會 再來這一題是問你 三大眼淚的分佈 題目是地表最廣的 那就是誰 你要想地表主要是進行哪一種作用 沉積 對不對 地表是外營作用為主 而外營的結果是侵蝕跟沉積最明顯嗎 把凸出來的消掉 凹下去的補起來 所以最常見的應該是什麼眼 沉積眼 請注意 如果題目改成 地殼主要的 那就要回答什麼眼 地殼是有大陸跟海洋地殼之分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 海洋地殼是 玄武岩質 所以如果問地殼整個 平均有三十幾公里厚 那就要回答什麼眼 火層岩 如果題目再改一下 改成台灣中央山脈主要是什麼鹽構成 那你就想中央山脈是不是經過造成運到擠壓的結果 所以主要是變石油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你要看題目 來做正確的配合 好再來 這個是岩石的細節 這個有部分會跟地理有關聯性的 所以各位都記一下 這三種是最常見的三種鹽漿 而三種鹽漿的成分都不一樣 其中二氧化系最高的是花崗岩 然後流動性好的 注意花崗岩是二氧化系多 二氧化系多就比較黏 流動性比較差 流動性比較好應該是二氧化系少 甜美質多的玄武岩 所以像這個組合就是選B 然後花崗岩跟玄武岩還有個不同 這三個裡面哪一個是深層鹽 顆粒比較粗大而明顯 這個題目把它改一下 我先放答案好了 這個是 結晶粗大而明顯是花崗岩 題目改一下 那個相等是太誇張了 應該是結晶大容易用肉眼辨識 通常說是大於兩公里以上 它沒有每一顆都一樣大有的還是比較大一點 沒有到每一顆都一樣大 就是大於都很大顆啦 所以它的意思是這樣 結晶 都是超過兩公里以上 這代表它是一種深層鹽 好那你要完全弄懂這一題 還有後面有很多相關的考題 必須要看一下火層鹽分類表 請各位看一下課本 請各位看一下課本 火層鹽分類表 剛有請各位特別畫一個重要記號這一張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來這一張火層鹽分類表 請注意 這邊有兩種分類法 一個是用二氧化系含量 另外一個分類法是用鏟狀 就是它怎麼在哪裡生產的 也有人把它叫做生成環境 產狀也有人把它稱為生成的環境 是深還是淺 如果生成環境是在地表附近 藉由火山活動噴發出來的 就叫火山鹽 特徵是鹽將會快速冷卻凝固 你這邊註明一下 我偷懶就只有寫兩個字 你自己寫你看得懂的 鹽將會快速冷卻 所以顆粒是粗還是細的 細的 所以叫圍晶值 甚至完全沒有結晶是玻璃值的 就是沒有結晶 這個是結晶很小 所以它結晶 結晶是比較細小的 甚至沒有結晶和玻璃值 因為鹽將快速冷卻 原子沒空排列 但是如果鹽將在地下深處 緩慢冷卻的 鹽將冷卻是慢慢冷卻 就像我們把熱湯熱茶 熱咖啡放在保溫杯裡面 是不是冷卻比較慢 因為越往地下深處溫度越高 所以鹽將如果在地下深處沒有流出地表 它的冷卻速度會比較慢 原子就有空排列成大的晶體 所以使它的晶體比較明顯粗大 它把它叫做顯晶值 顯晶值的話 代表它是顆粒比較粗的 晶體顆粒比較粗大 結晶比較粗大 因為它慢慢冷卻的關係 都是有關聯的 顆粒晶體比較粗大 像這個顆粒都比較粗大而明顯 像這個就是顆粒很細小 這個顆粒就完全沒有結晶 這幾個標本 這幾個標本 黑曜原特別記一下 這是火山玻璃 火山玻璃 然後花崗岩是深層岩背一下 另外一個深層岩是橄欖岩背一下 至於灰腸岩跟斬腸岩 你可以抄靠就好了 這兩個深層岩是常考的 另外一種分裂法是用成分來分 它這邊寫的是標準的成分 用多少百分比 這要做化學分析 那一般人不太做化學分析 會用這招 這個就跟最下面那個表格一樣 我比較喜歡它把最下面那個也放上面 整個我們看來看去看不到 最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是有關的 主要的礦物跟化學組成是有關聯性的 來這邊的重點是時陰正常時多的 是酸性火層岩 意思就是鐵美質含量比較 怎樣 少 但是二氧化系比較多的 來各位抬頭看一下老師手上這個標本 這個標本你去拿的話都相對比較輕一點 要真的秤重的話要用海水體肌法 測體肌測質量測密度 那我先各位講這個就是鐵美質比較少 上面有沒有鐵美質 有但是很少就是黑點這些 其他的都是常識跟磁壹 而且常識是正常識為主 這個是鐵美質少的 然後經過化學分析之後得到的結果 就叫做酸性火層岩 但請注意這個名詞不是化學那個酸性 所以不是它藏起來有酸位 PH值是小於7 不是 這是P值學名詞 那如果是鐵美質比較多的 就叫做基性 甚至是超基性 可以嗎 這是你註明一下 左邊是二氧化系 可以嗎 越往左邊代表SiO2越多 然後它這個特徵就是比較黏 岩漿的黏制度比較高 那含氣量比較多 所以這種岩漿 這種岩漿容易產生爆炸式噴發 所以這種岩漿萬一噴出來 形成流氓岩 對不對 那同時會帶出很多氣體 就像一瓶新買來的汽水一樣 你搖晃的時候 如果你搖晃過 然後你突然打開 你乾脆噴出來 那樣氣體很多 但是這個氣水如果你開過 而且經過很多天 它的氣體就會跑掉 那你的氣體變少了 你再搖搖打開也不會噴的 不太會噴的 這種是屬於噴發 你淨漿式噴發 通常是在右手邊 來這邊自己畫一個箭頭 越往這個表哥的右手邊 它的二氧化系會越少 相反的鐵跟鎂就會怎樣 會比較多 那鐵跟鎂會比較多的話 它有幾個特性要飛一下 它的溶點會比較高 然後密度會比較大 然後顏色會比較深色 那它的當然比較不黏 流動性就比較好 好 我不夠寫了 你自己如果要寫 自己注意一下 越往表格右邊跟左邊是反的 所以你也可以仔細一邊就好 鐵美石越多的 像那個灰石 橄欖石 腳閃石 這些都是比較深色的礦物 就會比較多 灰石 腳閃石 橄欖石 這些是比較深色的 等一下我們題目裡面會有那個表格 到時候我們再來讀這些礦物 總之它的顏色就比較深 密度比較大 熔點也高 所以你還記不記得 那兩位男女主角就怎樣 就死不掉那兩個 那兩位男女主角最後是不是回到 夏威夷附近 然後他們在那邊就出來的時候 他是會指示他從哪裡出來 他找那個密度比較大的出來 可以嗎 因為他找的是哪裡 熱點火山 夏威夷那邊就有熱點 所以他靠地海熱珠 因為他在地球內部嘛 他靠那個地海熱珠 岩漿把他送上來 那邊才能夠回來 因為他自己已經沒有能力鑽了嘛 他只夠讓他回來而已對不對 到了海床 海底他就上不來 因為沒動力了嘛 所以他必須要靠那個密度大的 指的是什麼意思 玄武岩岩漿 懂得什麼 因為那密度比較大 所以他可以跟旁邊的物質做分別 那邊的玄武岩漿從地下伸出來 他就跟著一起上來 然後就可以順著那個熱對流上升的時候 把岩漿帶上來 順便把自己也帶上來 然後他就利用這一招 所以我不會問你他從哪裡上來 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個事實 問你那邊的岩漿特性 是鐵面石多才鐵面石啥的 多的這種玄武岩 剛好熱點火山是上一張有提的嘛 我想這個我們就要揮 好 然後這個地方注意 要揮的資料 岩山岩跟玄武岩揮一下 這兩個是火山岩 然後如果你照順序揮 還可以跟地球結構一起揮一揮 大陸地殼是花岡岩為主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為主 那兩個交界數字常常會有銀墨作用 還記不記得聚合板塊邊界是給岩山岩為主 所以像這種火山島獨 我就寫一個字了 銀墨在的那個火山島獨主要是鞍山岩 像台灣北部 東部都有鞍山岩組成 這高一我們學過的 那地殼是什麼 橄染岩為主 不過當然我們心裡面很清楚 科學家現在只能大概知道 透過岩將去分析 對不對 因為我們算到地殼了嗎 還沒有 你還記得 新思記在解釋地殼的時候 它是很複雜的嘛 橄漫店 然後那個 我忘記它名字了 黑人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它名字了 總之它跟它講 你就說你不知道這樣吧 你就承認你不知道 你可以看它其實沒有真的挖到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地殼比較清楚而已 剛好跟上一章的內容也有關你 所以你就照準具備了 你再想一下 大陸地殼是最上面的 所以密度最小 海洋地殼是比較深 密度比較大 然後中間破起來是剛好接著這間 所以它基性 酸性破起來就叫中性嘛 然後比基性還要更厲害的 甜美質更多的就叫超基性 所以這樣等於照準具備 你就備完整了 地殼是不是密度更大 是該算延遲 所以常常這樣記 這樣可能比較不會備起來 注意這四個 請抬頭 這四個這樣看是代表成分類似 對不對 成分不同 成分不同的鹽漿 從左到右是甜美質越來越多的 可以嗎 這四種是不同的鹽漿 但是同一種鹽漿鹽 可能會有不同的火藏鹽 可以嗎 好 請各位告訴我 柔紋鹽的成分 跟花岡鹽和鞍漿鹽是比較像 老師就這樣看 柔紋鹽的成分 會跟花岡鹽比較一致 還是跟鞍漿鹽比較一致 和表格說話 柔紋鹽 鞍漿鹽都是顆粒比較細的 對不對 但成分一不一樣 不一樣 一個酸性 一個中性的 它的成分跟怎樣 跟花岡鹽比較像 所以你看 前面老師這邊我放雕本 有空來跟它培養感情 我已經幫你分類放好了 這一塊叫玄穀鹽 這一塊叫灰藏鹽 兩塊成分差不多 拿起來都一樣成 比較成 因為它的減免成比較高 但是這一塊看起來是顆粒很細小 很細緻 而這一塊是一粒一粒的結晶 可以看到嗎 為什麼長相不太一樣 因為這個是深層鹽 這個是鹽漿流到地表 快速冷卻的火山鹽 但是它們成分是類似的 看到嗎 所以你要這樣讀 會讀這張錶 不然你背的也是白配 那考試我盡量都把錶付給你們 你們會讀 我就算你會了 看到嗎 但是你要懂它的意思 否則你給你錶的鹽是不會讀的 不會閃藏 這樣可以嗎 好 那請告訴我 灰藏鹽成分跟哪一顆鹽池是類似的 比較像的 學母鹽 對嗎 那閃藏鹽呢 跟鞍藏鹽是類似的 你要會這樣讀 好 那黑藥鹽 硫紋鹽 花崗鹽成分類似 可是它們三個都不一樣 顆粒是不是有粗有細 那代表鹽漿冷卻的塊面不同 誰的鹽漿同樣是花崗鹽 鹽漿喔 如果極速冷卻應該會形成玻璃質的 那就是誰 黑藥鹽 那如果是在地表附近快速冷卻 微晶質顆粒很細不到兩公里的就是油紋鹽 那應該在地表流動會有油紋的構造 流動的紋路那個感覺 而得力 那如果是顆粒很粗 那就是花崗鹽 那這張表格鹽記起來 烤火神鹽 鹽漿活動就天下無敵了 哪一種容易造成追撞的火山 你就想它應該是氣體多 容易噴發 去爆炸式噴發 你們弟弟有學過火山異形嗎 那種椎狀的 中狀的 大部分都是鞍山鹽漬或花崗鹽漬的 因為它是 結美是比較少 黏度高的 二氧化系多的 那如果是像玄武岩這種的 容易形成 比較低一瓶的熔岩排滴 或者是頓狀火山 你就順便把地底也學起來 火山異形 像這個要會喔 第一科都常考過這些觀念 那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就來看看這個標本 因為看過它跟沒看過它還是感覺不一樣 那薄片的部分也要會讀 等一下我們拿題目做 這是火橙鹽 所以我們剛剛做的這一題 就是火橙鹽部分 你只要剛剛那個讀了 這一題就非常簡單 二氧化系 酸性的花崗鹽最多 那鐵美質最多的是玄武岩 然後結晶科 比較大的是深層鹽 是花崗鹽 這樣表格就可以弄懂了 好